Hello 今天咱们收到一张显卡 这是一张什么卡呢 一个2070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它这个侧板已经是摔弯了 这样的话一看就是快递运输的时候 没有使用原厂的包装 说是什么问题呢 更生的2070 OC 整机坐飞机托运 下机之后发现PCIE折断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显卡槽吧 换了个新主板之后仍然点不亮 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侧板摔弯了的问题 像这个弯了其实问题一点都不大 给它掰正就可以了 这个是被影响使用的 像我们经常记显卡的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侧板挺暖的 一颗就变形了 掰正的话也很好掰 掰直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它机箱里面都插不进去 没有伤到PCB那就问题不大 像这一点点的变形 没必要大惊小怪 你像如果是原厂的包装的话 它边边角角都有泡沫垫固定好 它就不会磕到 简单测了一下 没有短路啊 组织也都正常 那咱们先来上机看看 可以上电 风扇也都能转 灯光也亮了 当时主板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卡比尔 20系列一般很少见卡比尔的问题啊 因为它的显 又不卡比尔了 跳过去了 跑完了亮机代码 当时屏幕没有显示 线也都截好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点的修法 跟它的接口接个稳 刚刚那个代码呢 应该是已经论卡了 但是屏幕没有显示 显示了 有没有 这是什么原理呢 就清一下好了 其实也不是啊 应该就是接口里面灰尘堵住了 把灰尘吹掉就可以了 但是吹的时候 千万注意不要把口水喷出来 是吧 现在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都能打上驱动了 来跑一个简单的测试看看 跑了一遍卢大师 跑分没问题 看来这张卡问题应该不大 所谓的摔坏 仅仅是侧板摔歪了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际上的损伤啊 来给它跑个天天圈 看一下稳定性如何 像这种显卡接口 触点在里面的没有防尘塞的话 很容易落灰的 跑了一会儿 听听去我发现 帧率没什么问题 温度有点高 热点温度到达了一百多度了 这个肯定也不能怪在摔坏上面 这个一看就是 常年累月的没有及时清灰 换硅枝导致的 那咱们先给它拆开来换个硅枝吧 像这种温度有点高了 一百多度 它有可能随时会黑屏的 是吧 拆开之后可以发现 核心晶体上面 有一部分都已经裸露在外面了 没有硅枝 我去 这个显存很危险啊 一八匹齿的镁光颗粒 你可别坏在我手里啊 这个硅枝确实该换了 晶体都已经露出来了 它和铜管都接触不到 像这样的话 要是长久的用下去 核心有大概率会损坏 硅枝抹匀 晶体上抹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火的到处都是 换完之后 我们再来建系统跑分看看 跑了有两个小时了 温度还好 降了二十度呢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好 那今天这张显卡 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清一下清好了 收集谁信呢 对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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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说